看你说找安哥,大家好,我是安哥,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安哥给大家讲一部 70岁硬河老头乘船出海遭遇暴风雨 独自弃船求生的冒险电影 一切尽失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年近80的老罗乘着小帆船出海冒险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帆船被一个红色的集装箱撞出了一个大洞 涓涓水流正不断的流进船舱 用铁锹撬了撬,发现集装箱纹丝不动 老罗又拿出了黄色的海毛 把绳子系在集装箱一角后,将海毛抛入海面 集装箱这才一点点被拉开 刚才看箱子上写着好运什么的 于是老罗将船开到了集装箱开口那边 想看看有没有惊喜 结果里面只是装了满满一箱子儿童鞋 无奈只好取回海毛继续航行 船身进水,电线短路,电器设备都不能用了 老罗找来一种特殊的胶水 用网布和木板先将就着将大洞补一下 晚上就睡在吊床上 第二天老罗将通讯器拆下来 放在甲板上晒着 然后吊在船侧继续修补漏洞 期间看了看卫星电话和通讯器晒的怎么样了 然后一边躺着一边手动排水 船补好了,水也排干净了 晒了两天的通讯器也终于有了一点反应 老罗重复了两遍 加利福尼亚珍珠号求救 可通讯器乌乌拉拉了两下就再也没了动静 也不知道对面叔没收到求救信息 喝了两杯酒 又用雨水洗了洗胳膊 吃完晚饭后 老罗便沉沉睡去 第三天 老罗用滑轮爬上围杆 顶部修了修信号装置 但远处雷声隆隆 天色变暗 看来一场暴风雨在所难免 老罗穿上雨衣 来到甲板掌舵 风暴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船身随着翻滚的海水猛烈摇晃 甚至老罗都被海浪打入海中 好在他系着安全绳 喝了半天天然的海鲜汤后 又爬了上来 上面风暴太大 老罗选择进船舱避一避 壳里面东摇西晃 就像在坐过山车 老罗又爬到甲板上待着 结果风暴太大 把船先翻了 好在这船设计的比较高级 在海里转了一圈 自己又扶了上来 老罗剪断断掉的围杆绳 防止翻船再次被拖翻 随后他又回到了甲板里 坐过山车去了 但船身又有一处漏水 有沉没的风险 老罗决定带上淡水和救生阀 弃船 与海浪斗争不知过了多久 一觉醒来已经风和日立 老罗发现自己的小船非常坚强 并没有沉没 拽着事先绑好的绳子回到船上 取了几罐罐头 一桶水 一顶草帽 以及一些其他有用的东西 处理了一下被撞破的额头 老罗又回到了救生艇 这时小船终于承受不住 歪斜着沉入了水中 就这样 老罗又开始了在茫茫大海随波漂流 好在他抢救出来的物品真不少 用六分仪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 发现自己正在货运航道的东北方 不知飘了几天 老罗又一次遇到了暴风天气 救生阀也被掀翻了 在暴风中 老罗爬出去 坚然的把救生阀拽了过来 然后体力不值得倒在上面睡着了 晴天后给救生阀重新打气 吃几口食物补充一些体力 不过喝水时老罗却发现味道不对 仔细一看水桶另一边的小盖子打开了 淡水桶早已被海水灌满 老罗精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没有淡水 他可能活不过三天 不过静下来的老罗发现自己还有救 他用小刀把水桶割开 然后舀了一些海水 用塑料布包住 利用蒸发原理 喝到了塑料布上的冷凝淡水 虽然不多 但至少能延缓几天他死亡的时间 接着老罗又尝试钓鱼填饱肚子 此时他已经随着洋流飘到了货运航道上 老罗期盼着眺望远方 可什么都没有发现 再等等吧 果然傍晚时分 老罗发现了一艘大货轮 连忙取出信号弹 对着货轮挥舞 可这艘旁人大物就从眼前经过 根本没有发现蚂蚁一般的老罗 放下去的鱼儿有了动静 可还没把鱼拉上来 就被一条小鲨鱼抢走了 不知什么时候 老罗的救生法周围 已经聚集了大半的鲨鱼 晚上老罗被一阵嗡嗡声吵醒 眼前又经过了一艘大型作业船 他急忙连放两颗红色的信号弹 然后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大船 或许船上的海员都在睡觉吧 总之这次还是没有人发现他 次日通过六分仪观察 老罗已经飘过了航道 再遇见货船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留给他的只有无间的绝望 只剩最后半天的口粮 老罗写了一封遗书 正是电影开头的那段读白 表达了对自己这些天坚持的肯定 以及对亲人的想念和抱歉 遗书被装进玻璃罐子里 扔向海中 又不知飘了几天 老罗已经十分虚弱 就在这时 远处又出现了一个小亮点 线号弹已经用完了 老罗撕下本子上的纸 在水桶里点燃 担心火光太小 对方看不到 他拼命的往里添纸 结果火势又控制不住了 把整个救生法都点着了 老罗只能被迫跳到了水中 现在他最后一点倚靠也没了 起初老罗还能坚持浮在海面 不过很快 冰冷的海水就夺走了他仅存的体力 最终老罗还是坚持不住 沉入了大海之中 毕竟他已经做的足够多了 不过就在老罗打算放弃时 救援的灯光照亮了他内心的希望 老罗拼命的向上游去 直到他被一只手拉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切尽失》是于2013年上映的冒险片 这是陈多尔导演的第二部长片 全片只有罗伯特·雷德福一个演员 陈多尔的第一部电影 在雷德福创办的《圣诞丝》电影节上放映 当时他和罗伯特·雷德福见了面 随后便商定了该片的合作事宜 整部电影没有对话 只有几句自言自以的语语 挑战老人与海一般艰难的拍摄环境 剧情也拍得跌宕起伏 有声有色 只靠雷德福一个人就撑起了整部电影 可以说《一切尽失》 事不惜字如今的影片 它确确实实无需多言 在影片中生命被打回原形 一具肉身 一艘破旧的小船 一只橡皮艇和一片汪洋大海 在如此隔绝的设置下 语言是最无力的抗争 也是最累赘的附加 在这场历尽磨难的海上漂流中 人对商品物质的幻想终于打破 回归对生命的诉求 和对人性的呼唤 毕竟影片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尽失 除去身体与灵魂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喜欢安哥解说 别让关注我 看你说找安哥 我是安哥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精彩视频 解说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